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百四十五集 这两年风云变缓 一会儿国校 一会儿兵乱 京东全角之家起落了好几叉 被耽搁婚室的贵家小姐的确不少 所以四顾亭菜这个年纪还未出嫁的的确不算特别醒目 梅兰似有些不好意思 喃喃的笑道 啊 我 我不晓得 妹妹这般挺茂 必能得装好姻缘 不论如何 我等着给妹妹添妆就是 看她这副呆样子 少使忍俊不住 你这孩子 给咱妹子说亲事 你脸红什么 到底是新媳妇 还面皮薄呢 明兰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欲发垂手 长长的睫毛 不住的轻抖 太夫人眼中一闪 不动声色的笑了笑 凶嫂给快出嫁的妹子添妆 素有病死 明兰既没说帮忙 也没说天装多少 这句话说了 等于没说 明兰见过了官 刚松口气 本想赶紧开溜 谁知还没说几句 四老太爷和五老太爷来了 打头的是四老太爷 一边是晕晴扶着她的刘姨娘 另一边随着面色不怎么好的四老太太 后头是昂首挺胸的 五老太爷夫妇 太夫人一见这阵势 眉头微皱 当机肃正的神色 拾起身子端坐 明兰心头一跳 和少使诸识一道 恭敬地站了起来 一进来 瞧她眼泛 五老太太就重重地咳了声 深夜里 净是不悦 明兰不理她 当她是鱼字掐住了喉咙 四老太爷则用愿读的目光瞪了她两眼 明兰把头扭开 当她是年纪大了 眼皮抽筋 自管自站得纹丝不动 盘旋过后 哭到安好 四老太爷便开门见山 提起经济问题 再等一回家 老太夫人是早有心理准备 听见这个异想天开的提议 也不禁大吃一惊 四叔这话从何说起 过世的公婆不是已分过家了吗 四老太爷装模作样 叹了口气 话虽如此 可这几十年来 咱们三房人吃住在一起 天长日久的 银杖纠葛怎么说得清 若非要分个一惊二楚 未免伤了情分 索性再分一回家吧 本来我也不愿提起 可如今家计艰难 也只有老这脸说了 这话一出 肃清楚树武的朱氏 当即气红了脸 便是于是无针的邵氏 也暗自生气 依着年妻媳妇不好多露面的规矩 明兰低头站在邵氏身后 暗道终于来了 随即摒弃名神 等待大战爆发 她早就好奇 太夫人火力全开始的战斗力了 别让她失望呀 太夫人面无表情 一只手按在抗击上 一只手紧紧的站着一条帕子 只见一枚欠白玉点 翠盖宝针的细影指环 隐约闪亮 她长此片刻 温和地转头 林兰 你来说说看 这是怎么办 如今若论赞紧说起来 你才是宁远侯府的主母 我才多大年纪 能知道什么 正等着看戏的观众 冷不防被扯上舞台 明兰眨眨眼 谦虚的低头扶了扶 随即柔柔的抬头 轻叹道 唉 说到家计艰难 成员也是不容易 既应府人情来往 庄子又一时收不上银子 过几日还要兴土木 修成府邸 银子跟流水似的 幸亏五叔父和太夫人将老侯爷留给侯爷的产业送回 看了阴影集 四叔父 您看 四老太爷就怕明兰提这个 当初当着族人的面 他们都说尸体顾停业 保管财产 如今更不好摊下不给 他一时雨淹 不过好在反应快 立刻掉转枪头 侄媳妇这话怎么说的 如今你男人已经是侯府之主了 玉戈临终前不是把产业说得清楚吗 银子还不够实 我说老嫂子 你指缝拔得也太紧了 太夫人若有所思 瞥了明兰一眼 缓缓道 这时以后再说 明兰 你先来说监狱这时 明兰挑挑眉 他也不打算往死里讨债上门 他们不要脸 他还要脸呢 不过他要永远保持的讨债权利 以后可以常拿出来用 倒蛮好的 他稍稍上前两步 手里的站定 微笑道 握进顾家门 伤不足一年 成年往事 如何知道内情 四叔父这般说 下来必有油头 莫非过世的公爹 曾向两位叔父戒掉过云前 他先看了四老太爷一眼 再微微侧头对着少猪两位轴领 四老太爷一致不肯说话 少是揽着脸 据我所知 不曾 诸使心头上火 直言不讳 非得不曾呢 光我知道的 爹就拿过三四起银子 这四叔周转 每回都不下五千两 明兰倒出一口洋气 表情和身影都配合得十分到位 真的吗 然后拿眼睛直直的去看四老太爷 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 被一语道破 四老太爷老脸挂不住了 恼羞沉默之下 对着诸使怒吓 长辈说话 有你什么事 顾家几十年的老婶 里头娇哥多了去了 你才进门几年 知道什么 说着一转头 老五 你瞧瞧 果然是人走茶凉啊 大哥才走了几年 人家就不把咱哥俩等回事了 你昨儿还爱着面子不肯来 瞧吧 若再不教训 咱们就更没站的地儿了 五老太爷沉着脸 一拍扶手 赤道 为这儿媳妇 你也是大家出来的 怎么这般没规矩 没见你几位嫂子都没来吧 这事儿也是你们小辈能插嘴的 朱氏眼眶一红 扶着肚子站到一边 五老太太用尖尖的指尖拨着碗盖 阴阳怪气 我说直媳妇呀 你别怪你叔父说话不留情面 顾家门里的事儿多了去了 这二十年来 举几凯节庆待客 红白显示 三房都一道出入账 更别说几房之间 有个周转赢钱的 你进门才多久 知道什么 太夫人 太夫人强暗来住心中的怒气 眼神却愈发的沉了 宁蓝乔朱氏面色惨白 心有不忍 便道 弟妹是有身子的人 不好久站的 不如回屋歇歇会儿吧 说着便要扶朱氏走 未免战火 窝及自己 最好能脱身 再找个隐蔽地点 看戏 谁知太夫人 轻轻地追加一句 素星陪她到后头坐下吧 你们听着些旧城 明蓝 你到我旁边来坐 如今你们两口子 才是这侯府的当家主子 两位叔叔 这话没错吧 四老太爷冷恨一声 吴老太爷高傲地转头不语 明蓝牛牛手指 自忍倒霉地挪脚 步到太夫人身旁的圆凳上坐好 少时扶着朱氏坐到屏风后头去了 太夫人冷淡的视线 转向吴老太太 我进门 没五弟妹走 照世财 五弟妹的话 莫非 我也没有说话的份儿咯 到底是多年长嫂 鸡威犹在 吴老太太 常挤出个笑脸 啊 嫂子说得哪里话 您要是都不能说 还有谁能说 既如此 那我便说了 一次说个明白 审得以后又牵扯不完 太夫人一由所指 吴老太爷脸上一抹善善 四老太爷反而更加愤愤了 明蓝赶紧竖起耳朵 顾家自我们这辈 痛共分过两次家 头一回分家时 我还没进门 是爹娘叫了祖老来帮着分的家 一印文书俱全 因老侯爷那会儿在树边 是以大房分的产业 始终由爹娘握着 那年爹过世 娘眼看着也不成了 索性 皇恩仁后 照了老侯爷回京 我随着进京后 大房才亲手从娘手中 接过产业 直至此时 我们三房的产业还明细清楚 我说的这些可有错 四老太爷致起不说话 五老太爷嘀嘀道 大嫂说的是 太夫人坐着了身子 木色肃穆 接着道 后来 娘过世前把我们叫到床边 亲口说了 待她过世后 爹的那份三房平分 而她的嫁妆和提起银子 统统给老侯爷 这话 我们是亲耳所听 可四叔不服气 娘在的时候不说 待娘过世后 却硬说娘当时病糊涂了 说的话不能当真 还找了几位出嫁的姑太太 来灵堂吵了一通 这是不假吧 五老太爷面上 愧色愤重 不再开口 四老太爷却跟着脖子回嘴 那会儿 娘顶得连人都认不出了 说话自不能当真 都是一母同胞的儿子 凭什么这般偏心 太夫人欲身伶俐 披头道 糊不糊涂也罢 偏不偏心也好 可你大哥为着弟妹们不伤和气 当场就把娘留下的分了 你们统统有分 难道大房一分钱没落着 我可有一次作假 林兰听得扎舌不已 哪家弟弟摊上这样神奇的老哥 真是攒了八辈子的真品 这会儿 便是连五老太太也低头不说话了 这四老太爷还粗着脖子大声道 那是大哥自己的遗憾 大嫂心里不痛快 当时怎么不说 况且 没了我可老五也没拉下多少 太夫人讥讽一笑 出嫁从夫 你大哥的意思 我怎会违命 况且 那些七姑八姨是四叔你叫来的 见不着谁 四老太爷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 有一娘小心地扯扯他的袖子 他气鼓鼓地坐下 过了半晌 屋里只听见四老太爷一对大鼻孔呼呼出气声 大酒长一遍 只一遍遥显 亲爱的亲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不论谈访的说明 但至 Towards Mend主力中是远 Перв年 我也忍着太感觉 我行为他感受你的正月 史心莺